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问题是经济话题 我给大家隆重请来了一位经济学家 家图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夏颜良先生 夏颜良先生原来在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 因为他的经常资源不爽的性格 让中国政府对他不太高兴 后来把他请出了北京大学 现在在美国进行一些经济问题的 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 我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都已经在各个地方 听到了他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一些演讲 他的一些观点等等 今天我聊他就是川普和他上了以后 对中国经济问题的 他的川普的经济政策 对中国的经济上的这种冲击 到底会有多大 当然这里有正方两方面的一些观点都有 夏教授是专家 我想应该他会给我们回答很多有趣的问题 夏教授你好 谢谢陈总编 感谢陈总编刚才的迎见 这个川普上台以前 中国人很多中国人非常高兴 为什么呢 这个说川普上台跟希拉利不同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川普不太关心中国的政治啊 人权啊这样一些问题 因此他们出于这种考虑 他们认为应该更加欢迎川普单选为美国总统 这样这个我记得环球时报有一个有一个调查 有50%以上的中国人是希望川普单选的 他们认为川普上台会对中国有好一些 那么现在夏教授你怎么看这个会议 首先我说大家一开始就有这样一个错误的印象和误判 为什么说是错误的印象和误判呢 因为他按常理来推论一个商人 在商严商一定最关心的是经济的商业的利益 而不是关注的这种普世价值 或者一些更深层的问题 但是他想到就是说川普在这个竞选的过程中 除了在经济问题上提出要对中国实施一些高关税啊 对贸易方面实施更加严格的制裁的措施以外 似乎在政治上并没有敲打中国 而且还在以前的一些言论中 比如触及到六四这个议题的时候 他有一些不当表述 比如说他说这个那场骚乱中中国政府非常的强有力 他非常羡慕政府的这种强大等等 这样的一些言论都给人们产生了一种印象 就是他是反民主的 他是反人权的 他这个喜欢独裁政权 包括他也说了他跟普京的关系非常好 他过去吹牛说跟普京见面的时候如何如何 后来他又否认他见了普京 然后他又说他对俄罗斯的关系一定能搞好 他甚至说他要跟金正恩谈判 他就一种自信商人的自信 他说一切都是可以谈判的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独裁者 他都有能力去跟他去谈判 所以当时给大家的一个推论 就是说只要是有商业利益的有好处的 他什么都愿意谈 是没有底线的一个人 没有价值观 没有底线的一个人 但是现在从他进入到当选总统 或者后任总统这样一个行列之中 然后他的过渡团队为他出了很多的主义政策 而且也有些了解他的人说 其实他在竞选过程中很多说的话都不一定做数的 他很多的内在的想法并不是说在竞选期间所表现的那样 所以可能中国政府还有一部分中国的网民 他们过去是一种凭着自己的一厢情愿得到的那样一个结论 现在来看川普对中国表现出来的一种强硬的态度 无论是在经济上贸易上 还是说在这个政治和军事上 其实他都会逐步的展现 比如最近他跟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 这个虽然有一些人对他进行指责 尤其是中国外交部是非常的不安 但是他就觉得他自己在推特上写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每年卖几十亿美元的武器给台湾 那么接台湾总统的一个贺电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他就觉得这样一说的话 我想大家也没有多少人会觉得他说的不对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作为一个候选后任总统 那么就是说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都会打电话祝贺 从外交礼仪的角度来讲 也应该接着我们电话 这些电话里面具体谈了哪些 是不是对所谓中国国一国 一个中国的这样一个传统的外交立场会产生动摇 因为我们知道从1979年 吉米卡特跟对象 签署一些联合公报啊 包括这个中美建交啊 这一系列的这么多年以来 应该说从来没有哪一个美国总统敢于 说对台湾问题进行这样一个不顾过去联合公报的这样的一个后果 直接触及的 所以现在呢 川普的这样一些做法 让中国的这些外交人员啊 外交专家战略专家都大感 这个惊讶 他们都没有想到会这样 这个我记得就是说夏先生原来一直是这个支持川普的 你是这个在这个自由派知识分子里头是 著名的支持川普的这个这个叫川粉之一 我也听说就是在川普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这个最新的这个这个讲话之后 和他跟蔡英文总统通话之后呢 很多这个支持川普的这个川粉呢 就有点后悔 说这家伙没想到后招很厉害啊 那么呢 你呢 是不是还跟原来一样 也仍然支持川普呢 现在 我以前支持川普并不是说我是川 只是说我觉得两害相权取其亲 我认为他对美国的危害要远远小于希拉里 最多他有些个人品情上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玩女人啊 还有一些这个在税务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不太公开啊 还有很多的 就是说一个人的毛病 商人常见的一些毛病几乎他都有 但是我觉得他呢并没有那些非常深重的问题 就是像希拉里那样那个泄露国家安全机密 像希拉里那样这个用政治来做这个自己家族的生意 那样的一些危害美国政治体系和传统价值观的事情 川普基本上是没有因为他没有从政的经历 所以他就没有在这个方面显现出来 他商业上是不是有欺诈行为和逃税行为 这个呢我想他当上总统之后 有些东西媒体啊或者深挖的人会揭露更多 到时候再说 当时我的态度就是说不要选川普上去呢 一个最大的好处才有可能改变美国 他可能把这个美国这几十年来的所谓政治正确撕开一个裂口 他会对美国的传统价值进行部分的校正 特别是对美国经济日益下滑 美国这个民众的不同的阶层的对美国政府的失望 他会在这方面反映了一部分人 可以说美国相当大一批选民的心声 他会做一些改变的事情 不管做的好不好 那是一个改变的开始 甚至我都给他想好了这个后路 万一他实在不行 就是把他给弹劾掉的话 那个副总统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副总统 可以接任总统 所以说他这个当时很多人都骂我 就因为这一点呢 就是我在海外民营圈里面也好 还是一些知识分子群体里面也好 他们把我骂得很厉害 甚至说认为支持川普的人 就是人品有问题的人 就是道德上有问题的人 后来我就觉得这样都不是在辩论了 完全是在进行人身攻击了 因为我们要讲国际 对吧 我们支持一个人反对一个人 我们只要基于他的政治立场 他的一些施政纲领和政策 而不是说纯粹从道德方面去寻找瑕疵 因为美国历史上 从开国元勋 到后来的历届总统 你说哪个总统没有点瑕疵呢 我觉得我们不是找个人道德瑕疵 而是看他在执政期间 他的施政纲领和他的实施政策的能力 最终对美国对世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是有利的影响还是有害的影响 从这意义上来讲 我当时就很有信心 我认为川普呢 他会揭开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局面 然后促使美国发生变革 从事美国发生变革呢就会让美国有可能再度变得更加伟大 就像他口号里面所提出的那样 川普呢虽然在这个对中国的政治事方面呢 他不会像政治事务 不会像原来的民主党啊 总统啊 不会像这个民主党 总统啊候选人像那个克林顿那样抨击中国 在人群上啊 也比较关心中国 甚至于把这个陈光诚接到美国大使馆去啊 等等 但是这个川普的这个对华政策的一个比较强硬的方面 是他的经济政策 这是很多人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川普就你说 你是这个经济学家 就你所理解 川普的对华经济政策方面 有一些什么主要的特点 在讲经济政策之前呢 我先补充一点 就是大家认为他对中国没有政治上的观点 其实也不对 他最近刚刚发表的讲话 他表明呢 就是说跟中国那个领导人谈 政治方面的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这些东西呢 是没有价值的 他认为是没有办法说服他们的 他说历届美国总统跟中国谈人权问题 谈民主问题 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什么效果 所以呢 他是觉得要直接的在经济上 在哪些方面来展开这个竞争呢 一个是经济领域 一个是价值观 社会价值观的竞争 所以他在两个方面就是 一个说是经济 当然说经济活动了 还有呢就是从这个制度 从制度层面展开竞争 他不是说那种口头上的 去说谁对谁错 而是希望从现实中 从博弈的角度来讲来决出胜负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增强好胜的人 我们在过去的很多的资料中都可以看到 他跟别人进行这个搏击拳击 甚至在有些场合下 别人如果要是打了他一拳 他一定要回敬 包括人家骂他攻击他 他马上就要回过去 骂得很难听 所以你看他是一个抱负心理 或者讲真胜好强的一个人 他不可能那么软弱 那么我们现在讲到这个经济方面 那在竞选期间他提出的一些观点 就是说一个是要对中国刻意高额关税 可能会高达45% 但是我觉得当时我就觉得这一点呢 虽然它是代表了一种倾向性 但如果把它实施的话 可能难度非常大 甚至不可能实施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美国这些中低收入阶层 他们所获得的大量的消费品 和消费者剩余来自哪里 主要是来自中国 无论到哪一个大的卖场 沃尔玛啦 Postco啦 还是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商店里面 你看到那么大量的商品 这个价格都比较经济实惠 能够满足美国中下阶层的日常需求 如果真的川普敢于 对中国商品刻意45%的高关税的话 那么打击的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利益 那么对美国老百姓的生活 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大家知道美国经济增长率 这个一直是比较低迷 在过去这几年里面 1% 2%排回 甚至有时候排华到1%以下 然后呢 工资几十年都没有得到大幅度的增长 所以这个很多一两代人的幸福 或者讲幸福指数 还不如他们的父辈 不如他们的祖辈 所以大家非常的失望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本身美国老百姓纳税人的这个税收负担 就已经很重了 而且美国享受到的福利 跟其他福利国家相比 跟欧洲的那些高福利国家相比 都没有办法 所以甚至跟邻国加拿大相比的话 美国的福利都比较差 还有加上美国的医疗体系 也是非常落后的 即便是奥巴马一改 也并没有真正改成功 所以说这里面很多的问题 就是说大家期待着一个新的总统 能够采取一种全新的变革的姿态 能够给老百姓 尤其是中下阶层 能够有切切实实的生活改善 同时又不能伤及富裕阶层 不能伤及精英 社会精英其实对这个社会的贡献非常大 我们经常会用马克思主义的那种价值观 来把富人和穷人直接的绝对的对立 把他们当作敌人来 两个阵营来看待 其实这样子是非常危险的倾向 其实富人跟穷人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的促进和融合 但是一定要有好的制度 好的社会 好的价值观来促进 否则的话 富人跟穷人就成为敌人 那样的话 这个社会就是撕裂的社会 而且后果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刚才讲到对中国的经济政策里面 其中还有一点是要对中国的钢铁 或者金属制品进行高关税制裁 因为中国现在的出钢产量是世界第一 大量的质量 低质量的钢铁流入到美国 去生产一些 在他们看来 这些不让人放心的产品 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也要制裁 所以制裁的方面很多 可以列出很多方面 还有一些高科技的产品 包括他们对华为公司这样的 带有军工背景 甚至直接军方背景的国有企业 都带有警惕 所以他们现在还要做一些限制措施 就是禁止中国的一些大国企 来直接收购美国的一些 具有战略 或者包括科技领先优势的 这样的一些企业 深怕这样的一些企业 被中国企业建并之后 会影响到美国的技术的领先优势 以及长远的国家战略安全 所以他采取了这些一系列的措施 我觉得是相当有利的 不是停留在嘴上来说要是打击中国 在政治上的一些倒退 或者是反人类 反文明的一些做法 而是在现实中 他拿出每一个招数来 让中共都能感到有一些 受到一些伤害 一些疼痛 所以他现在还没有正式上任 他列出的这样一个百日计划里边 所列的一些目标 就已经让中国政府感受到 他这不是一个擅长 不是像他们原来想象的 那种好糊弄好对付的 他们以前认为 这样一个没有政治经验的商人 肯定是好对付的 而且只要给他一点商业利益 他就会乖乖的听话 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来 中国对海外的渗透 尤其是对美国的渗透 不光是在商界 而且进入到美国的政界 参议院 众议院 美国政府 还有对军界渗透的比较少 但是也有 另外像学术界 大学里面研究机构 智库 这种渗透都非常厉害 所以说现在的情况 就是说如果不是悬崖热马 由川普这样一个人 来出面重整美国的话 其实我觉得不是说 他一个人有多大能量 而是说有很多的人 在期待这样一个时机的盗牌 那么川普如果提供了这样一个时机 有很多美国有失知识 他们会奉献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帮助川普一道来改变美国 我觉得这个才是希望所在 川普很多方面批评中国 关键经济 为什么他在经济上 对中国采取这么强硬的路线 比如说中国是个盗版的天堂 刚才你也提到了 反正对美国进行倾销 一直到从他去年 今年的六七月份 在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上 他批评中国操纵汇率 一直到他四号 就是这个四号这一天 他还得批评中国操纵汇率 你能解释 这个中国是怎么个操纵汇率法 让川普如此的生气呢 首先我们知道 一个市场经济国家 他应当容许自己的汇率 是自由浮动的 就是说一个国家 他如果是对外汇进行管制的话 那他就不是一个开放的国家 尤其是在金融系统上 他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 他的这个国际收支项目 项目呢 他分两大类 一类叫做经常项目 一类叫资本项目 那么经常项目 如果大部分开放 或者全面开放的话 能够让商品 服务的交流的更加充分 然后这个资本项目 如果比较开放的话 就可以容许资本进入和流出 同时呢 对海外投资 对这个外国商人 在中国的投资 如果想撤回他的利润 都是有保障的 但是在中国呢 迄今为止 没有真正开放这个资本项目 对经常项目开放程度也不够 而且我们知道 中国在2001年 就已经加入了WTO 现在15年过去了 中国政府当年 所做出的承诺 基本上都没有兑现 比如说汽车关税 从过去的250% 原来承诺是下降到50% 然后普通商品 从过去的高关税 下降到15%以下 甚至10% 那么这样的一些承诺 到现在都没有实现 而且我很早就预期 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我在10年前的时候 我就在很多地方讲课 我就提到 说中国政府加入WTO之后 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加入之前 中国出版了 一万三千多种 有关WTO的研究著作 各方面的书籍 但是加入之后 就关这个WTO的正式文本 就是中国政府签署的 这个正式文本 竟然没有一个正式的 权威的版本 就是让老百姓了解 究竟什么是WTO的规则 当时我记得一开始 是出了一个版本 是对外经济大学 出版社出版的 但是很快呢 外贸部负责 WTO谈判的那些人 就说这个版本 不权威里面 很多错的 是不能够 作为依据来使用的 里面可能有误导 然后后来说 法律出版社出一本吧 法律出版社出了以后 大家又说不行 一直出了三个版本 都没有人说 那个三个版本 打一个是权威的 是可以用 所以我当时就 我在讲课里面提到了 这样一个概念 我说在中国 你可能找不到 有一百位熟知 WTO规则的专家 你也找不到 整个中国的 省部级领导人也好 还是中央领导人也好 或者中央委员 后部委员里面 你找不出十个官员 对WTO的规则 有比较清楚的认知 直到今天 没有人敢应对 我这样的一个质疑 就是说 事实上也是这样 因为我在这个领域中 这么多年 我没有听说 谁对WTO的规则 非常的了解 学者专家都不了解 然后官员 对我刚才说了 全中国的官员 里面都找不出十个 知道WTO的 详细规则的人 所以这样的东西 它不就是再自欺欺人吗 然后呢 后来出了新的 多位贸易组织 就是TPP 他们就是主要 针对中国的一些做法 设置了相对高一点的门槛 而且过去大家知道 WTO 如果你不履行这个承诺的话 人家也拿你没有办法 好像是一个集体的组织 大家都一起做游戏 就算你违规了 好像也没有什么样一个强硬的机制 能够把你清除出去 那现在的TPP呢 它是一个小范围的合作组织 它一开始就定了一些门槛 有的人说这个门槛呢 就是为中国良身定夺的 当然也不一定了 就是说至少它是一些普世价值的规则 加上经济上的一些国际惯用的通则 还有一些呢 比如说对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 对劳工权利的保护 还有对这个环境污染的这样一些硬性的规定 那么这些中国政府 其实都难以在短期内实现 或者根本不想去达到这样一个标准 比如说人权方面的标准 他们就没有办法 或者是根本就不想去达到 还有这个知识产权方面 我想就是说通过这些方面来看 中国呢一方面又想加入到国际社会中 成为所谓负责任的大国 有影响力的大国 有话语权的大国 但另一方面又不愿意遵守原来的规则 其实呢有一个事情 我经常向大家提及的就是 有一次奥巴马总统到中国去访问 结果习近平跟他在银台夜谈 在银台夜谈谈什么呢 大谈中国古代历史 其实大家都说习近平那点墨水 根本对中国古代历史 他根本说不说多少道道来 而且奥巴马对中国历史也是缺乏认知的 那么这两个人谈中国历史 能谈什么效果什么目的呢 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习近平想告诉奥巴马的是 中国古代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汉唐盛世 那么汉唐盛世呢 中国为世界来制定规则 那现在呢又到了一个新的契机 也就是说呢 中国现在崛起了 那么世界的规则今后不应当由美国来主导 而应该由中美两国来平真秋色 至少有相同的话语权 他表现出的传达的信息就是这样 包括前不久在杭州举行的这个二十国峰会上 习近平也是公开的大标题在国内的报纸上登出来 就是要为世界经济引领方向 那他为世界经济引领方向 就说明他是一个经济大师啊 他为世界经济都能设计路径 其实很可笑的事情 他对经济学完全是外行无知 虽然他曾经在十七大履历中 把自己列为经济学博士学位 到了十八大的时候又不好意思 又把它改成了法学博士学位 大家知道这个博士学位怎么能够随便改呢 在中央文件里面怎么随便改呢 是因为他当时的导师 也是我认识的一位老太太 老太太叫刘美荀 她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所以习近平是他的博士生 那按照这样的一个大类分的话 说是经济学博士也是可以勉强接受 但是呢刘美荀所在的 不是清华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 而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下面下属的一个 就是一个系 一个研究所 就是经济研究所 这个研究所呢实际上 它不属于那种一级单位 它属于一种辐射性的机构 所以在那个地方呢 它不是以经济学为主要的阵地 或者研究的主题 而是社会学和其他的领域都在那边 那么他在那个地方拿到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首先从含金量上来说的话 就大打折扣 再加上后来他那个学科呢 实际上整个的他那个人文学院 受益的这个博士学位 基本上都是法学博士学位 所以呢 他就是闹出了这样两个不同专业方向的 博士学位的这样一个笑话 一个混淆 另外就是他自己呢 这个好像是到任何一个国家去访问 都喜欢赛苏丹 说他好像饱读这个世界各国的经典 背了那么多的人名和书名 但是可笑的是他的讲话 他的言行没有一点能够显示出 他读过这样的书 这些书对他产生过任何的影响 所以我们现在得出的结论 就是他完全是吹牛 是一种虚荣心 甚至一种自卑心理的一种反射 我们知道一个人越自卑的时候 他越掩饰自己的那方面的不足 越没有知识 他越冒充自己有知识 就好比过去没有上过什么学的人 喜欢在口袋上插四只钢笔一样 这个我知道就是说 习近平先生有个中国梦 你刚才说他们在跟奥巴马在中南海夜谈 我们很多人看到那个照片 说他们是这个 要一起制定世界规则 或者曾经的中国要制定世界规则 实际上前几天我跟这个 胡平先生在做节目的时候 他就披露这个 中国有一个百年马拉松的计划 说那个中国的目标是要取代这个 美国成为全球老大 这个在某位意义上 跟你刚才提到这个东西 也有一些这个某位意义上的吻合 他现在看着显然就是说 这个川普的意识到就是说 原来的这个奥巴马那些人的那种玩法 就是跟中国这个游戏会有问题 因此他推出了一个强硬的对对对中国路线 那么他的强硬的路线呢 他的他的路径呢 他不是给你打什么人权了 刚才你提到了意识形态 他说人权那个东西对中共意义作用不大 意识形态的跟中国也谈不通 因此呢他最最这个在这个在中国经济上最强硬的一个口号 就是说你刚才谈到了他要对中国征收45%的关税 那这个东西呢被这个经济学家呢认为是黑天鹅效应 就如果这个45%的这个关税这个政策能够施加的话呢 有人算了一下就说中国的GDP将要倒退将5% 那么你呢你也刚才说过 就是这个东西究竟能在多大上多大程度上实施 可能会是有问题的 假如你就说啊杀的一千我自己上了八百 这个东西不太合适 但如果真正的中美之间就是说因为这个谈不拢的话 或者中国那边不愿意妥协的话 因为我要当老大对不对啊 我要自定规则我怎么能到底川普上来之后 我就往后退呢 因此呢中美之间这种这种贸易战或者经济战啊 很多人感觉是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那真的要到这样种中国GDP退 百分之够将近0.5个百分之五的百分之五的百分点的话 对中国目前的经济来说是不是一个致命的杀招 是不是这样一个问题 我觉得大家过去小看了创 其实川普他有很多的这个政治谋略 他有战略的思考 比如说刚才讲到了是对中国是到底采取过去那样的什么言论上的批评和抨击呢 还是说采取一些实际的有杀伤力的一些措施来制裁 其实他现在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花时间精力去讨论这些政治啊意识形态价值啊人权方面的问题可能不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所以呢他可能说有些事情他是先做 做了以后呢产生了效果以后比说更有作用 其实他身边的一些人透露他早就意识到中国的这种领导独裁的这样一个体制是一个类似于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没有价值底线的这样一个体系 他是深恶痛绝的他一定会将来回过手来他一定会对中国实施更加这个强硬的立场和态度 但眼前他所面对的一个美国是一个破败的凋零的啊在一部分至少在美国一部分中西呃比较偏远的城市已经出现了破败衰落的迹象 他希望重整三格希望能够把美国那些衰败的经济那些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都能够重整起来啊 先把家里面的事做好这样的话你才有实力然后用实力说话 而且他讲了一个最关键的话很多人都忽略了他说有些事情是可以做 做的时候才让别人知道而事先不要透露啊那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假如说要打击某一个集团的一种邪恶的事例的时候不是满世界先张牙要打他 让他做好了准备了有了思想准备了而是说突然出其不意的将来有一天会打的啊 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在军事上他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考虑的 包括这次他选取了一些强硬的军方的鹰派 你看看不光是这个做国防部长的人选 国防部长已经有长达六十几年 长达六十五年的时间没有让一个职业的高级将领来做了 基本上是文官来做国防部长 但这次启用了这个职业军人而且是私心上将 然后呢他的这个战略顾问他的这个安全国家安全顾问也是私心将军 他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人都曾经担任过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国防部任职 所以他用了这么多的强硬的鹰派有军方背景的人说明了什么 所以世界上他现在要主要对付的是哪些国家呢 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再一个是朝鲜 ISIS呢他是一直说是要做的 但是呢ISIS到底怎么来打击这个是只是一个继续推进的事情 所以我想他现在的这个包括加强美国军力 他不是削减军费而是增加军费 虽然他跟这些盟国讨价还价 希望盟国承担相当大的一部分成本 这样的话他能有更多的实际的费用用到那些增强这个战略实力上面 能够对付除了ISIS以外的这些战略性大国 你比如说光对付ISIS是用不着花那么多钱的 但是为什么他花那么多的钱来进行战略上的重整和部署呢 我想他是针对未来的两个潜在的对手 尤其是中国 中国的发展后劲更大 可能在这个潜在的对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所在的这个智库呢 有一位同事叫Ted Carpenter 他过去写过一本书 大概在12年前就写过一本书 就是中美之间未来的战争 他这个战争里面他的描述是 美国的一艘航空母舰被打沉了 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说 他的预计就是说美国在军方可能做准备不足 过于自信忽略了对手 结果被在战争中失利了 当然中方也受到了重创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美国在一些军事领域中没有这个很好的准备的话 在未来的战争中美国不一定能占绝对的优势 他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呢其实他这个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警醒 提出一种警醒 那么现在呢 这个我的另外一位朋友就白邦瑞 就是你们人民币集团最近刚刚透露 说奥巴马可能要聘请他作为这个主要的有关中国事务的顾问 当然他不一定是唯一的顾问 他可能是几位顾问中的一位 但是他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 他称在里根时期 在卡特里根时期又提出了非常好的战略建议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 他也帮助了中国的军事实力的增长 因为在那个时代 就是他们主要想尽快的结束冷战 他们想让中国成为制衡苏联的一个军事力量 所以呢当时他们竟然能够容许美国 把一部分军事赌气设备卖给中国军方 那么这个建议的报告书白邦瑞在里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那么现在白邦瑞跟中国军方仍然有着密切的联系 他不但跟中国的温和派有接触 更多的跟中国的所谓鹰派好战的那些什么戴旭啦 什么乔良啊 还有张昭宗啊 罗元啊 他都非常的熟悉 他跟刘亚洲啊 还有一些不太名气不是那么大的军方将领 他都有很多的交往 我跟他私下也谈过很多次 他在上一次在Tag Cruz 就还在竞选之中的时候 Tag Cruz就已经选取他作为20个顾问团队中的一员 他当时还跟我说了 如果他真正Tag Cruz当选总统的话 可能需要有更多的人来研究有关中国的问题 到那个时候可能要请我帮忙 那么这次呢 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新的情况下 可能会有更多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 那么他的那本书《百年马拉松》呢 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因为这个典故 这个说法提法其实都来自中国人 那么包括这里面引用了大量的孙子兵法里面的一些 还有36记里面的一些提法 他就是试图用中国人的这种逻辑 中国人的哲学思考思维模式 来解读中国军方以及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构想 所以他最近呢 马上还要去中国 也跟中国军方和中国的一部分领导人接触 他可能会有更多的信息和结果在后来 我相信他以后还会写很多这样的东西 这个川普的经济政策人们最关心的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东西他一旦实施他的这些对中国的这个竞选时候的一些承诺 他会对中国的整体的经济形势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比如说这个影响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 现在中国的这个保保七 那么如果减掉5%的话只有2% 再加上这个水分的话 那么经济的增长就是负的 这是这一个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 因为中共这么多年来在中国执政的一个基础 就是他们经济的成绩单很不错 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如果川普真的把这个事情搞成这个样子的话 那么中共未来能够在这个成绩单上是不是那么亮眼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有人说这个川普的川普这个对华政策 就是有某个意义是他的国内的经济政策 就是他要让国内的这个美国的厂家回到美国来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很多在中国的这个企业也好很快要回到美国来 这么导致中国的大量的这个外资就回流 或者是外流迁回到美国 这会对中国的经济上又是一种影响 那你怎么看这两个问题 首先刚才提到有人分析说 如果对中国真的刻意45%的高关税 那中国的经济脑率就会至少下降5个百分点 这个说法呢我不同意 因为我觉得仅仅对外贸易这一个方面来讲的话 不至于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虽然讲中国的经济是由对外外向型贸易加工来带动的 但是还没有占那么大的比重 而且呢我们除了美国以外还有欧盟的市场 还有这个日本香港台湾等等 还有很多的市场 所以说呢我相信如果下降两个百分点 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 但是下降五个百分点 那点太过于夸张了一点 而且我刚才讲了就是说 其实这个45%的关税 在国会很难得到通过 现在不光是民主党人反对 共和党人里面也有强烈反对的意见 所以呢我觉得在国会通过就很有困难 可能会做一些讨价还价 会做一些调整 就像他税收政策现在已经开始做一些调整了 比如说他过去要大幅度的削减这个 所得税啊 把所得税税率降低降低到很低的幅度 他现在已经开始做了一部分的调整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川普在竞选时候的一些口号 到真正落实的时候 是多少要打一些折扣的 所以我不太相信 45%的这个高关税政策 能够真正的实施 但是如果讲真的比较接近 比如说是40%或者35%的关税的话 那这个实际上伤害也是蛮大 对中国来讲的话 会减少大量的这个就业和产业 比如说我们在到中国 在过去20年里边 中国的就业弹性系数 大概就是经济增长率 每提高一个百分点 可以增加300万人就业 那么如果提高三个百分点 就增加900万人就业 那么反过来 假如说真的降低三个百分点的话 那么至少是减少900多万人的就业 而且这个数字呢 是非常保守的数字 所以在实际中 它的效益会放大 可能会至少造成一两千万人的这种失业 或者就业不足 到那个时候呢 中国会产生比较大的社会动荡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社会安全保障 还有这个医疗保险 这个方面的覆盖 都是非常差的 低水平的 其实没有真正的保障能力的 比如说农村 地方政府耗大喜功 吹嘘说这个覆盖率达到99% 意思说中国的农民基本上都已经被保障系统覆盖了 但是我们知道他们要求农民一开始是交10块钱 有一个人交10块钱 然后呢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也帮助他们交10块钱 然后还有呢 就是这个中央政府在帮助交10块钱 就三个一合在一起 那么就是这样的话 怎么能覆盖一个人生大病呢 生疾病呢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他是用一种小概率事件来推测 认为如果而讲这个农民生病只有极少数 一万个人里面 也在一个时间里面可能只有一两个人生病 那样的话 他没有什么风险 但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在农村多年来 健康水平非常的差 农民的这个生病的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 不可能一万人里面只有几个人生病 可能是大大的高于农的预期 所以到时候就会出现覆盖不足 就是保障能力 没有办法来这个应付那样的一个 这个大面积的医疗出现问题的状况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 这个一旦中国经济上出现大的动荡的话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 比如说这个股市 出现了股灾之后就一蹶不振了 一直到现在徘徊徊徊 很难再恢复老百姓对股市的信心 因为这个股市呢 最关键是在于大家看到它的黑落 是内幕的这个黑箱操作 有很多丑恶的东西 甚至不得不后来采取了一种行政的 甚至派警察去抓这个资年会的一些负责人 这样的一种做法是完全是反市场化的 那么他们呢 除了这个股市以外 现在想把老百姓的钱都套在楼市里面 这个楼市的泡沫是越积越大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如果楼市一旦崩溃的话 那中国老百姓这个最后的那个保障几乎都没有 所以现在很多老百姓把钱希望换成美元 有的想买成黄金 还是想买成这个境外的保险 比如说到香港购买保险产品 现在都开始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 来阻止中国的老百姓到境外去购买这些产品 也阻止老百姓把这个钱换成美元 转移到海外 所以现在呢 看到中国的这个经济安全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很多安全感 那些企业家 那些社会精英们 都在想办法把自己的资产 或者是变现 或者是转移 就是有很多的考量 有些有能力的 恐怕就已经把自己的家属 子女都已经移民到海外 在海外这个购买产业 所以这些东西呢 都说明了 上次中央夏日这个平民百姓吧 大家都对未来不看好 对习近平这样的一个政权 并没有充分的信心 所以现在呢 就是大家说话经常是严惠由衷 这几天看到的一些新闻报道里面的一些词句 简直让人看了论话 就跟文革没有什么差距了 比如说莫言在这个文联大会 作协上的讲话了 比如说彭丽媛当选 这个中国文联副主席了 然后还有一些人为了表忠心 发表那些讲话 让人感觉旷如卓氏 就像又回到了文革 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做法的话 中国的经济怎么会看好 企业家没有信心 老百姓没有信心 外国的投资者没有信心 包括李嘉诚这样的大企业家都撤资 他已经撤走了一千多亿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效应 会持续地产生作用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到中国一些最有影响的企业家 都纷纷向海外转移 像这个王石在几年前 就已经在加州投资 然后呢 这个包括万达集团的王健林 虽然他说的唱的高调很高 跟中国高官的子女也有关系 非常密切 但是呢 他仍然是有大量资本向海外投资 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盘棋 可能说将来有风吹草动的时候 至少海外这一部分还可以攀国 最后一个问题 刚才你也提到了 很多人想换美元 现在这个美元的汇率越来越高 这个川普的对中国强硬经济政策 显示出来的信号 就是像人家有预测 就是说人民币的这个压力 会非常的非常的大 那这样的话呢 对了很多老百姓来说 比较直接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中国的父母亲 把自己的钱送还来美国念书 一眨眼功夫 一醒来一觉 这个 这个 一个iPhone就没了 就是这个 这个人民币 这个跟美元的兑换了 就是这个东西 是不是真的就是有点担心 他们认为 这个人民币的这个 对美元的兑换 有可能从现在的6.7 6.8 跳到6.7.2 7.5 到8 这样一个 这种水准 这个方面是不是 你怎么看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 一个市场化的 开放体系的国家 是不会出现货币大幅的这个贬值的 也不会出现这种心理恐慌 只有那些原来是进行人为的货币操纵的国家 他一旦放开了操纵 放宽了管制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种急剧的贬值 过去无论是这个俄罗斯 还有其他的一些前苏联东欧的国家 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中国呢 由于过去是严格的外汇管制 到后来呢 从1994年开始 启动外汇体制改革 当时提出的目标 就是说要逐步 用10年左右的时间 让中国的汇率 变成自由可浮动的汇率值 所以在一段时间里边 所进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是有管理的浮动 有管理的这个浮动值 但是呢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 就是中国加入了RMF 特别提款权这个增大之后呢 中国应该在社会上做出 在世界上做出一些表率 他有一些责任和义务 他不能像过去那样 随性率意 任意的去做一些事情了 所以他要在必要的时候 还必须来购买自己的货币 那么现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看到中国中央这个货币当局 在有的时候会动用大量的外汇储备 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 那么干预呢 就是说采用了一种 大量购买人民币的手段 来抬高自己的本币价值 但事实上这一点 它是很难做到的 因为如果大的趋势 是人民币贬值的话 它没有那么多的实力 能够长期的 让人民币保持 这一定的价值不下滑 所以现在它没有这样一个实力 过去呢 他们那些高管 经常发布一些言论说 人民币会存在的 大幅度贬值的基础 但是后来呢 发现这种牛吹得不行 吹得要吹破了 后来又说人民币呢 不会继续贬值 反正它换了好几次的说法 现在的到目前情况呢 就是说已经看了 这个贬值是不可避免的了 它就是怎么样来想办法 在现实中 让老百姓没有办法去换外汇 我听说了在二三线一些城市 你当时如果事先没有预约的话 基本上不给你换外汇 而且即使预约的话 它也是换很少的一部分 就原来每个公民规定的 一年可以换五万美元的额度 现在它也远远达不到 它经常找各种借口 阻挠你不让你换到这么多的钱 所以它生怕就是说 老百姓一旦把这个都换成美元了 而且大量的资本向海外逃出的话 那中国这个经济基础 就会发生动摇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 它不是一个技术创新的国家 它不是一个技术领先的国家 它只是一个制造的大国 而且在很多方面都依赖于 这个外部市场 依赖于外部的技术 那么它在这个这种 所谓的这种经济第二大的 这样一个经济体 实际上是非常虚弱的 是不堪一击的 如果出现了大的 这个经济动荡的时候 它这个经济体系就会崩溃 所以有的人会得出一个结论说 一旦经济体系崩溃 那中共这个政权也就崩溃了 我个人倒没有这么乐观 在关于这个方面 我觉得不是靠这个经济崩溃 中共就自然的就会崩溃 我们回想一下 在文革时期 在所谓三年大激警的那个时期 中国经济那么贫困 老百姓都无法生存 在这种情况下 中共的政权还得以 苟延残船 维持到后来 所以现在今天呢 他们这种维稳的力量 以及它镇压老百姓的 国家机器都得到了强化 所以我想短期内 它也不会那么容易的垮台 而且它会变本加厉的搜刮 明脂明膏 会把这个国民财富 转为它的这个统治的这种资源 好 谢谢这个夏教授的精彩的这个评论 谢谢我们观众今天的参与和观看 欢迎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